我今天呢 也特別請到孫生來到了現場 就是當面對職也是想認真的 對啊 你都不怕我們打起來 他有練過啦 所以應該沒唱 我們歡迎孫生 我跟你講 光聽到這三個字 我就知道 那個顧炫也有講 我就說我接受 但是因為後來還要拍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得不不得不說 這次真的有個白目 他一直直接發聯繫過來就說 欸棒棒棒棒 你看我就說我怎樣怎樣 我想說 都已經想要解決了 你們也道歉 我也說接受 你還過來講那一句話說 你真的是在嗆 又要在嗆我一次就對了 因為我的感受是 感覺好像被汙蔑人格一樣 我是真的愛公仔層次的一個人 然後 重點是尤柏西那個根本不是一般賞 因為他那個一般賞的概念是 他那個人像博弈嘛 他那個像博弈 許博弈 我高中同學 就是我大概懂你為什麼討厭他 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 異激動體質啊 比較抓嘛 因為我也沒看你的影片 那我一開始就直接咬他 也不先看一下影片 不看影片的原因是什麼 怕你自己生氣 怕我自己生氣 那你就不怕別人生氣 有啊 所以我還蠻 我當下也是馬上跟他說說 那時候我先回了 我回說你現在在兇什麼 然後他現在就說 我沒有我還沒看影片 但講到好像我沒有要接一樣 但是就是 就很明顯我是一個不討厭的人 你可以說我是個腦殘 對 是 然後 對 是 所以他會找我們 一定就希望我們當他的劍 當他的槍 才有辦法去抓到這個有佛系 因為你是他沒錢 他沒有錢好拍影片啊 我是不是公司 不是我在管的啊 欸 欸 欸 這我又要打斷你了 請說請說 請打 你說你是一般上這個聖人啊 這個達人 這個正義使者 沒錯 因為你說你於這一方面你很關心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遇到什麼問題來找你 超多啊 不宣導這件事吧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於這些決定 我不知道你跟公司之間有沒有共識 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就是要幹到底 但是就不要整天跑出來說 我爭議魔人 怎麼樣怎麼樣的 但是公司沒辦法接 對我來說是個私其子嘛 可是因為公司掌管公司 他會衡量很多這些什麼錢不錢啊 進不進 這樣出不進 不進的問題 你想當這個正義使者 應該更積極的去回答這件事情 因為當下我太激動 好好把窗戶整個罵一遍 但 可他以公司的角度來說 他這幫公司省錢是沒有錯的 對 他說公司不會出這個錢 我說那你可以問我嗎 我想出啊 我可以出啊 我沒差 我的心態跟他一樣 抓不抓到隨便 你有丟出來嗎 我沒有啊 我沒有 我幹嘛不丟出來 你講的怎麼丟不打字 因為公司覺得這8萬塊出的不合理 我們又不是這個什麼做實際的 大家都要找網紅處理事情 那警察機要來幹嘛 你到底在看 到現在看 你去認真看完好不好 我就講他媽兩句話 對方吵完這麼久 你公司老闆幫你發影片 你最後也還是沒有看 對方到底在講殺小 他的那個 屌你的你也沒看 還沒看 那你要不要看完之後 你再覺得我有沒有屌你 因為畢竟 你說只有這件事情的話 對 化開了 這件事情我願意道歉 那我一開始太激動屌你 我也對不起 沒有沒有 你可以繼續 我可以不用和解 或許是真的我刻板印象太重了 我把事情想太偏激了 應該就是真的刻板印象重了點 才掺杂著一些個人情緒 才忍不住在影片裡面踢了一腳 抱歉 那我也抱歉 謝謝大家